它是10 billion dollar bet that Toyota is making A lot of that money will be spent on EV and hybrid production and battery production 丰田的这项举措如同在汽车产业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其核心在于正式发布了被业内普遍认为是电动汽车技术终极目标的量产型固态电池 这不仅仅是一次小小的进步 而是对电动汽车动力系统的颠覆性变革 预示着续航能力的飞跃 充电效率的大幅提升以及安全性能的增强 很可能将现有的电池技术推向过时的边缘 丰田因此占到了下一代电动出行技术的最前沿 虽然2026年的目标时间点看起来还有一段距离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一声明已经彻底改变了整个汽车行业的竞争 态势 上个月当丰田的首席执行官走上台前 公布公司耗费十多年秘密研发的成果时 整个汽车界都屏住了呼吸 今天可以被视为电动出行新纪元的开启 在丰田固态电池的技术展示会上 各项技术参数逐一展示 其数据令人惊叹 一次充电即可行驶超过745英里 仅需10分钟就能将电量充至80% 并且在经历数千次的充放电循环后 性能也没有明显的下降 丰田方面明确表示 固态电池将于2026年初开始量产 而首批搭载该技术的量产车型也将在同年进入市场 此次声明之所以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与丰田一贯稳健的时间规划策略密不可分 这家企业向来以承诺保守 但最终交付超出预期而闻名 这与某些竞争对手频繁未能兑现其宏伟目标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还透露 已经在明谷屋附近建立了一个试点生产工厂 目前正在生产原型电池 用于实际环境下的测试 这并非仅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的理论 丰田正悄然的在改装车辆上使用这些电池 完成了数千英里的测试 最引人注目的是 丰田声称通过将制造工艺的创新 与材料科学的突破相结合 已经成功解决了长期以来 困扰固态电池发展的三个核心难题 大规模量产的可行性和成本控制 其研发的制造流程 能够实现每年数百万件的生产规模 这对于实现固态电池的大众市场普及至关重要 要理解为何丰田的声明 能够引发整个行业的巨大反响 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固态电池 与目前电动汽车所依赖的锂离子电 池组在本质上的区别 其核心差异直接体现在名称上电解质 在传统的锂离子电池中 带电离子需要通过液态电解质 在正极和负极之间进行迁移 这种液体的存在带来了许多工程上的难题 例如其易燃性、长期的性能衰减 以及对复杂散热系统的依赖 这些本质上都构成了电池的关键瓶颈 而固态电池则采用固态电解质材料 来取代液态电解质 这些固态电解质通常是陶瓷、聚合物或硫化物等复合材料 这种看似简单的材料替换 却为整个电池系统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影响 首先固态电解质的应用 使得使用锂金属作为负极成为可能 锂金属负极的储能效率要远远高于传统锂离子电池所采用的石墨负极 其次固态电池的结构设计也更加灵活 可以实现更紧凑的电池堆叠 并且由于固态电解质的稳定性更高 对大规模冷却系统的需求也相应降低 这意味着在相同的体积内 固态电池可以容纳更多的活性材料 这种密度的提升直接转化为更高的储能容量 据称丰田的固态电池单元已经实现了高达400至500瓦时每千克的能量密度 这大约是目前顶级锂离子电池性能上限的两倍 另一个重要的优势在于固态电解质的固有稳定性 与液态电解质在反复充放电过程中容易发生烈化 并形成被称为织晶的破坏性结构不同 固态电解质能够保持其完整性 从而能够承受数千次的循环测试 丰田方面宣称 其电池在完成1000次完整的充放电循环后仍能保持超过90%的容量 这预示着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有望突破70万英里 续航里程与安全性能的飞跃 丰田固态电池的卓越表现 电动汽车用户的理想清单中 续航能力和安全性无疑占据着核心位置 让我们首先聚焦于消费者最为关切的关键指标 续航里程 在真实的道路测试 而非实验室数据推算中 丰田的固态电池原型车展现了超过745英里的惊人续航能力 这一颠覆性的成果有力地消除了消费者 对电动汽车由来已久的里程焦虑 作为对比 丰田原型车在实际道路状况测试中 单次充电即可行驶超过745英里 这并非仅仅是实验室环境下的理论数值 如此显著的续航突破 彻底解决了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最大顾虑 具体而言 这意味着驾驶者只需一次充电 便可轻松往返洛杉矶与旧金山 且电量依然充足 这使得电动汽车不再局限于日常通勤 而是真正成为长途旅行的可行之选 驾驶者无需再为寻找充电桩而精心规划路线 其次 充电速度的提升或许比续航里程的增加 更具革命性意义 丰田的固态电池技术能够承受高达4C的充电倍率 这意味着在短短50分钟内即可完成电池的完全充电 且不会出现性能衰减或安全问题 在实际应用中 这意味着仅需充电10分钟 即可增加大约300英里的续航里程 这与传统燃油汽车的加油时间相当 这种快速充电的能力 从根本上改变了电动汽车的能源补充模式 驾驶者不再需要为了漫长的充电过程而特意安排行程 只需短暂的停留便可获得数百英里的行驶里程 甚至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享用一杯咖啡 安全性方面的改进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虽然其视觉冲击力不如续航和充电速度那般直接 丰田通过严格的穿刺测试 验证了固态电池的安全性 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在遭受此类冲击时会瞬间起火 而固态电池在相同的破坏性测试中始终保持稳定 没有发生热失控现象 这种增强的安全性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 尽管这些隐患并不常见 但一旦发生往往会引发广泛关注 更进一步的丰田固态电池技术还在传统电动汽车的弱项 低温环境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 在华氏20度约负6.7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 丰田的固态电池仍能保持其额定容量的90%以上 而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在相同条件下 通常只能维持40%至60%的容量 生产制造的难题与丰田的应对之道 在实验室里研发出性能优异的电池技术 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是 如何将这项技术大规模应用于数百万辆汽车的生产线上 而这恰恰是丰田凭借其数十年来积累的制造经验 展现出独特价值的关键所在 当其他企业在固态电池的研发过程中频频遭遇瓶颈时 其核心的生产难题在于如何实现固态电解质 与电极材料之间的完美结合 哪怕是微米级别的间隙或缺陷 都可能导致电池的性能和使用寿命大幅度下降 丰田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得益于其自主研发的梯度界面技术 该项技术能够在原子层面实现不同材料之间的无缝连接 另一个重要的难题是陶瓷机固态电解质的固有脆性 尽管这类材料在离子传导性方面表现出色 但在实际的制造过程以及车辆行驶过程中 受到的物理硬力作用下极易产生裂纹 针对这一问题 丰田创新性地研发出一种融入聚合物元素的复合电解质 这种新型复合电解质在保持高导电性的同时 也赋予了材料所需的柔韧性 电池的制造工艺本身也面临着彻底的变革 传统的电池生产线是围绕液态电解质的注入和处理而设计的 为了适应固态电池的生产 丰田必须开发全新的生产设备以实现固态材料的精确分层和牢固粘合 其公差精度要求达到微米级别 据悉他们已经为一种用于干燥式的制造环境申请了专利 这种环境能够有效消除水分污染 从而无需传统电池生产中所需的极端除施措施 成本控制或许是固态电池量产面临的最大考验 早期固态电池原型的每千瓦时成本高达10万美元 这对于大规模生产的汽车而言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通过在材料和工艺上的不断创新和简化 丰田对外宣称 其目标是在2028年前将固态电池的生产成本降低至 每千瓦时75美元以下 这一水平将与新一代锂离子电池的成本相当 全新面貌的丰田固态电池车型即将登场 丰田汽车正积极部署固态电池技术 并计划率先在一系列战略车型上应用 这些首批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将全面展现该技术的卓越性能 有望引领新一轮的电动汽车变革 这场变革的先锋将是一款全新的旗舰级轿车 其内部代号为马利亚进化 这款车型传承了丰田在氢燃料电池技术方面的深厚积累 但将转型为纯粹的电池电动架构 预计这款车型将成为丰田展示其尖端技术的绝佳平台 其续航里程有望超过600英里 并具备跑车级别的性能 0-60英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预计将低于3秒 紧随其后的是陆地巡洋舰的电动版本 该车型将充分利用固态电池的耐用性和长续航能力 为越野探险提供强大支持 丰田的工程师透露 这款车型已经在澳大利亚内陆的极端环境下完成了测试 证明其能够在充电设施匮乏的地区 实现多日不充电的长途旅行 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面向大众市场的固态电池版凯美瑞EV 作为丰田最畅销的轿车 这款车型充分体现了丰田将创新技术融入日常驾驶的承诺 预计固态电池版凯美瑞将提供约500英里的续航里程 并延续其经典实用的设计理念 同时在定价上将瞄准中等收入群体 丰田旗下的豪华品牌Lexus也将紧随其后 计划在2028年前将固态电池技术全面应用于其所有车型 首款搭载该技术的车型将是旗舰轿车LS的电动继任者 其定位是技术上的杰出代表 旨在与梅塞德斯 奔驰EQ系列和Lucidair等高端电动汽车展开竞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车型并非仅仅是作为满足法规要求的 合规车型或数量有限的光环车型 而设计丰田已经明确 其首年固态电池车型的生产目标将超过10万辆 并计划在2030年将年产量提升至100万辆以上 如此庞大的生产规模 充分展示了丰田对固态电池技术及其自身制造能力的坚定信心 一个公开的秘密 任何颠覆性科技的诞生都不可避免地面临成本这一关卡的考验 丰田旗下的固态电池车型是否会因为高昂的价格 而仅仅成为少数富裕的早期常先者的专属品呢 然而企业的官方声明展现了更为积极的景象 首批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 其定价预计将比同级别的锂离子电池车型高出大约15%至20% 简单换算一下 如果固态电池版本的卡罗拉起售价约为4万美元 而标准的电动卡罗拉的预估价格为3.3万美元 尽管价格上的额外支出依然明显 但这一幅度远低于多数行业分析师此前的预测 更于早期固态电池原型车因采用无吉尔技术而导致的成本成倍增长 形成了鲜明对比 丰田之所以能在成本控制方面取得进展 归功于其采取的多项战略性举措 首先他们研发了一种能够与现有电池生产线共用设备的制造流程 这有效的降低了资本投入 其次该公司致力于减少对钩 镍等抬高电池成本的贵金属的依赖 其固态电池的化学体系采用了储量更为丰富的元素 部分型号甚至完全不含钩 从长远来看成本趋势更加令人期待 丰田预测到2028年至2029年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以及持续优化材料 固态电池的成本将能够与传统的锂离子电池相持平 展望2030年固态技术甚至有可能在成本上超越传统电池 这主要是因为其热管理需求更为简化且使用寿命更长 从而降低了保修成本 从车辆的整个生命周期成本来看 固态电池的经济效益将更加显著 更长的续航里程意味着车辆在使用期间充电次数的减少 这有助于保持电池的健康状态 而快速充电的能力则缩短了充电所需的时间 降低了时间成本 最为关键的是丰田的目标是实现15年或100万英里的电池寿命 这使得电池能够成为车辆的终身部件 而不再是需要定期更换的消耗品 全球汽车产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电动汽车一微的普及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这场激烈的竞赛中 丰田汽车Toyota凭借其在固态电池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 展现出独特的战略优势 长期以来丰田在电动化转型方面一直显得相对谨慎 这曾引来不少质疑 然而这家汽车巨头并未随波逐流 而是默默投入巨额资金 专注于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研发 尤其是被认为将颠覆行业的固态电池 如今丰田的坚持终于开花结果 其在固态电池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不仅确立了其技术实力 也印证了其战略的前瞻性 在传统汽车制造商和新兴电动汽车企业的双重夹击下 丰田的固态电池技术 为其赢得了一个独特的竞争优势 特斯拉Tesla这家长期以来被视为电池技术创新者的公司 如今也面临着来自丰田的严峻挑战 尽管特斯拉下一代4680电池单元备受期待 但其本质上仍属于传统的锂离子电池技术范畴 固有的技术瓶颈难以突破 相比之下固态电池技术则有望克服这些限制 实现更高的能量密度 更快的充电速度 以及更高的安全性 与此同时 中国的电池制造商如比亚迪Bed和宁德时代Cato 近年来在锂离子电池的产能扩张上投入巨大 目前已在量产规模上占据领先地位 然而固态电池技术的成熟和应用 可能会使他们在锂离子电池领域的巨额投资 面临过早被淘汰的风险 因为固态电池技术将显著提升电池的性能 从而降低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线的竞争力 其他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如大众汽车Volkswagen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和现代汽车Hyundai 也都在积极布局固态电池技术 但从目前来看 他们的量产准备程度似乎落后于丰田数年 以大众汽车投资的QuantumScape为例 该公司曾被认为是固态电池研发领域的领跑者 但其商业化量产的时间表却一再推迟 目前已推迟到丰田计划的2026年量产之后 丰田的战略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其技术突破 更在于其完善的知识产权布局 据悉 丰田拥有高达1000项与固态电池技术 及制造工艺相关的专利 这使得丰田不仅有望成为一家领先的汽车制造商 更有潜力成为主要的电池供应商 像那些在固态电池技术上尚未取得突破的车企 提供关键零部件 从市场时机来看 丰田此时发力固态电池技术可谓恰到好处 全球范围内的法规正日益驱严 强制推动汽车产业向零排放转型 丰田通过直接采用固态电池技术 成功地跨越了众多竞争对手 目前所依赖的传统电动汽车技术这一中间阶段 当丰田的固态电池车型正式投放市场时 正值欧洲 中国和美国等主要汽车市场的电动汽车普及曲线 加速上升的关键时期 这意味着丰田将能够以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迅速占领快速增长的电动汽车市场 丰田的固态电池技术 其环保价值和可持续性已超越了单纯的性能和经济效益 从整个电池的生命周期来看 这项创新技术展现出显著的环境优势 在制造环节 固态电池的能耗比同类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过程减少了大约40% 这主要归功于电极制造中无需使 用溶剂以及对干燥环节的需求降低 在资源利用方面 丰田固态电池化学体系的可持续性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通过降低对关键材料的依赖 有效缓解了供应链的瓶颈问题 相较于现有的锂离子电池配方 其设计减少了60%的石墨用量和80%的骨用量 这不仅减轻了采矿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更避免了与骨矿开采相关的人权问题 尤其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地区 固态电池更长的使用寿命 也显著改善了其生命周期的环境足迹 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在严苛的应用环境下 通常需要在8到10年后进行更换 而丰田固态电池的设计寿命能够覆盖整车的使用周期 从而避免了因制造和更换电池组而产生的巨大碳排放 在电池寿命结束阶段 固态电池的优势更加明显 丰田已经研发出专门针对固态技术的闭环回收工艺 能够回收超过95%的关键材料 并将其用于新电池的再生产 固态电解制材料特别适合高效回收 相较之下 传统电池需要复杂的工艺来分离液态组件 此外 丰田还通过为全新的固态电池生产设施 提供100%的可再生能源 来解决电池制造过程中的隐含碳排放问题 位于明古屋的试点工厂 配备了集成的太阳能阵列和电池储能系统 这一系统展示了电池生产 如何能够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 丰田在固态电池技术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其意义和影响远不止局限于其自身的产品系列 更预示着交通电气化进程 能迎来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有望在全球范围内加速电动汽车的普及 对于广大消费者而言 固态电池技术的成熟应用 有望彻底消除长期以来困扰他们的续航里程焦虑 以及漫长的充电等待时间 从而扫清电动汽车被广泛接受的最后一道障碍 与传统内燃机汽车相比 采用固态电池技术的电动汽车 将展现出更优越的性能 且不再需要在续航充电等方面做出妥协 而这些妥协恰恰是过去限制电动汽车 成为市场主流的关键因素 因此这一突破很可能触发一个临界点 使得电动汽车在未来成为绝大多数消费者 购买新车时的首选 在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层面 固态电池的出现也将显著缓解 当前充电网络普及所面临的巨大压力 由于搭载固态电池的电动汽车续航里程 有望达到700英里以上 实际运营中所需的充电站数量将大幅减少 从而带来潜在的数十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的节省 同时这也为那些无法在家中安装充电桩的车主 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过渡方案 对于航运和航空等对能量密度要求极高 的行业而言 固态电池技术的突破也可能开辟全新的可行路径 使其得以实现电池驱动的运营 这在此前是由于能量密度限制而难以想象的 丰田已经暗示将与海运公司展开合作 探索固态电池在近海航线中的应用潜力 城市规划也将因此受益 具备双向充电能力的固态电池电动汽车 可以作为分布式储能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助于提高电网的稳定性 并促进更多可再生能源的接入 仅百万辆固态电池电动汽车 就能够提供超过100千兆瓦时的灵活储能容量 这相当于数十座公用事业级别的电池储能 设施或许最具深远意义的是 固态电池技术可能最终终结交通运输业 对石油的高度依赖 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那些自身缺乏石油资源 但拥有先进制造能力的国家 很可能在未来的交通运输经济领域 获得全新的竞争优势